N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孟家人對上印家人 這場比賽也是邀請賽的比賽 那這次邀請賽呢 冠軍賽是由YOU對上VIPER VIPER在上次的比賽中已經擊敗了HERA HERA幾乎快要是以被剃框頭的方式輸給了VIPER VIPER在其他地圖中表現還是比較亮眼 我可以敢說 HERA確實是沙漠之王阿拉伯最強的玩家 但以其他單挑地圖來說 VIPER今天好像是更好一點 那也是因為VIPER的歲數關係吧 今天本來就會比年輕的HERA多一些也是正常 好 先來看一下印家這個文明 印家這個文明最大特色 軍事單位有這個弱量減免的效果 而且他後期還可以出這個投石手 跟這個植物盾老鷹 老鷹遠防高達10 非常的坦 欸 高達8啦 不是10 講錯講錯 印家後期還有這個槍隊長 槍隊長數量一起來之後 不管是要從192遊俠或是戳爆對方的大象 都是輕而易舉的 所以這場對戰來說 印家算是有點小小的優勢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那孟家人的最大特色是他的戰車跟大象 那他的大象有這個複合效果 可以抗招翔之外 對方擊兵對他的傷害 槍隊長阿或是一些擊兵的傷害 都會降低25%的傷害 所以孟家人出大象也是很好的選擇 那如果孟家人想要出騎士的話 也只能出戰車 因為孟家人沒有騎士可以用 所以如果要用類似騎士的單位的話 戰車是比較好取蛋 那戰車的進攻來說的話 也是比較爛了一點 但是他血量非常多 但是孟家人要出這個戰車的話 也還要蓋這個城堡 所以這個戰車出來的時間會偏晚 孟家人前期打法都是以小宮居多 然後中後期轉出肉馬 然後配大象或是相公做一個後期主力 那我覺得孟家的最大特色 是這個大聖佛教 可以讓他直接減少10%的村民的佔用人口 150村就會變成135村佔用人口 而且這個效果也是適用僧侶的 所以後期打大象戰後面配一些少量的僧侶 在後面補血是很好用的 哇黑啦 右這邊直接射你家的鹿欸 太過分了吧 那希麗果的設定來說呢 如果你用軍事單位直接去射死野生動物的話 肉的話會直接消失喔 你看這個肉就不見了 還好這一坨鹿沒有被射掉 不然Viper這邊又要再少一點肉量了 好那目前前期打架的 看起來是有 Viper這邊稍微壓制了一下右 右這邊是盡情的騷擾了 並沒有把Viper給打殘喔 那右這邊投資了非常多的軍事單位 那硬家人這個文明呢 是南美洲文明喔 他最強大的時間點 我認為是在城堡時代 地後的話其實硬家人就沒有這麼有優勢喔 所以我覺得右可能會比較需要 去趕快在城堡時代打出優勢來 或在封建時代打出優勢喔 會比較適合他這個文明 所以右這邊要盡情的暴兵 也是比較適合他的一個路線 但是Viper這邊居然轉出了一些刺猴 直接硬身上把這些老鷹跟毛兵直接收掉了 哇 Viper這個組合相當的強悍喔 弱馬配弓兵 完全可以打爆右的這個組合 這個有點是需要看控兵的 那弓兵硬朵 連對方的鷹刺猴也可以射爆 但弓兵第一次還是對射 刺猴不敢直接上去打老鷹 後面有一隻槍兵在防守 好這邊目前又想要用高地優勢 但是目前很明顯是沒辦法打贏的 因為這邊數量並沒有辦法 打贏Viper的正面部隊 但是右這邊想要存點資源 上到地龍的實戰 但是先被壓了回來 還是被迫按了幾隻單位喔 應手 所以趕快全部都按毛兵喔 跟老鷹就可以了 但老鷹我覺得可以不要再按了 因為再按下去的話 升時代會有點困難 Viper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再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邊左邊稍微圍死 那這個地方一樣是不懂蓋建築物的 所以這張地圖上坡也是沒有辦法 好好圍好的 Viper這邊點下了瓶種 又也是點下了城堡時代 兩邊城堡時代差了30秒 Viper這邊稍微被壓了回去 因為這邊毛兵太多 只能選擇撤退 那孟加阿倫的一個優點喔 就是他打對方的毛病的時候 刺頭有加2攻的傷害喔 所以封建時代出刺頭打對方毛病 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好先想要砍掉對方的槍兵 但是沒有成功 哇這邊工兵只能被毛兵壓制 好先點下了工兵的鎧甲 工兵護甲補下了 點下了二級伐木 那Viper這邊應該會先開TC吧 唉唷 直接開戰車 欸他哪手挖石頭了 我沒有注意到 兩個人挖石頭慢慢挖上去勒 好挖石頭蓋了城堡之後 也按下了TC 好輪走技術有補下 該補都補 又這邊補下老鷹跟護衛技術 那孟加阿倫喔 繼續打工兵也不是不行 但是他可能是想到硬家 這邊是南美這文明喔 城堡時代老鷹爆 如果出工兵 很容易被一波帶走 所以決定要下這個戰車嗎 那戰車這個單位很特別喔 可以切成近戰模式跟遠攻模式 馬攻模式 但是要一直切換是蠻麻煩的 那按下B鍵就可以切換 那他的近戰模式是 比一般騎士傷害更少一點點 所以在騎士互打的情況下 孟加阿倫要特別注意喔 要特別小心喔 自己戰車很容易被對方騎士 給打輸的一個問題 但是遇到對方騎士的話 通常戰車是不會去打這個遠攻 欸戰車怎麼是10攻阿 我怎麼記得他以前攻擊比較低 是8攻還是9攻 這是有強化的意思嗎 不好意思喔 我這個資訊錯誤阿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戰車10攻欸 跟騎士一樣 我記得他以前騎士互打的是 很容易打輸的欸 沒關係 錯了我們就改正 錯了就是錯了 OK 好 戰車這邊是10攻 那遠程的話是5加2 7攻 跟一般弩兵差不多 好 要戰車的造價是非常很貴的 所以要慢慢憋出來 也是需要大量的資源 那戰車也是跟一般馬功一樣 數量要多才會有用 所以前期 Viper可能只能挨打 所以這邊防守要做好 還有這邊防守也是補得蠻快的 這邊想要直接硬砍 但後面有老頭 老頭直接招搶逼退了Viper 3TC也補下 後方直接變成馬功模式 開始射這些老爺 好 跟動機師也補下 那孟家人最大的麻煩就是 他不管要切近戰還是遠防 都會被這個毛兵 會有超這個額外傷害 這其實算是一個 不應該會有的效果才對 在之前6月16號有個改版 本來是要讓戰車 不會再吃到毛病的傷害 但是就馬上把這個 改版給取消掉了 所以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可能有BUG之類的 所以他們必不得也要把這個 更新可以改掉 好 這邊直接切換成近戰模式 上前硬砍老煙 效果非常好 實控傷害直接死掉老煙 沒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現在又出這個戰毛兵的話 是可以把這個戰車給打爆的 我覺得也是蠻不合理的 反正就戰車進戰單位 被毛兵打 雖然會有額外傷害 越想越不對勁吧 好 這邊雖然在招翔 但是來不及逃跑 兩台戰車被招走 哇 又這邊有點賺 好 家裡的戰車中午要解掉老煙 休股下了一個大學 在中間的位置 麥可被弄到有點煩囉 非常多老煙四處燒了 哇 這邊聰明血量掉非常快 直接倒地 好痛好痛 麥可這邊補下了彈道學 這邊一個圍殺 打得不錯 好 戰車慢慢補了過來 麥可戰車一直有在補 但是按了一隻刺頭 這個刺頭應該是想要來針對對方老頭 對方老頭數量一直有在慘 而且生物快要減光了 麥可基本上沒有在減生物 好 但是村民宿目前是66村 對上87村 大概會差20村的村民差距 又這邊雖然有生物的優勢 但村民宿落後非常多的 只要落後10村就落後蠻多的 這邊要想要切換成近戰模式去砍嗎 能招到嗎 可以 直接招到了 又這邊再順利用老頭換掉一台戰車 其實不虧 好 戰車配上輕騎兵 輕騎兵是要拿來抓對方的老頭 趕快 刺頭去抓對方老頭 稍微拉扯 但是還是被招翔掉 好 兩隻老頭直接 要被輸出了嗎 但是有一隻老頭還在想要招翔 變成攻兵模式直接射掉 來不及招翔掉 哎呀 又這邊直接老頭被打了回去 正面的戰車水量越來越多 好 麥可這邊升下輕騎兵 跟靈甲技術的升級 城堡可以再蓋一洞了 那城堡要蓋在後面的位置 哎唷 這個位置不錯 因為這個實質路是不能蓋任何建築去防守的 如果他想要從上面鑽進來的話 一定要經過城堡 所以這個上坡這個地圖來說 城堡蓋這種高地是蠻好的一個選擇 你看如果有一個城堡在這邊的話 麥可就不能輕而易舉從這邊一直繞來繞去喔 很煩的 這個城堡能來得及蓋好嗎 有一台戰車已經過來 麥可可能蓋不下去 後面拉一些戰車想要到後方防守 他發現對手沒有在看 麥可這邊直接鑽成馬攻模式 開始偷射射 射死一村 村民這邊被抓掉了一隻 這邊想要用勝率招翔 直接低調了 又在十一村 VIPER十兩村 大量戰毛直接過來 現在又只要出戰毛兵 就可以打爆VIPER的戰車 但VIPER只要出輕騎兵 就可以打爆對方的戰毛 所以基本上VIPER現在只要全出近戰模式 就可以打爆對方的配兵 右這邊的話 可能要出一些吉兵 不是吉兵啊 重裝長槍兵 當然出勞英也是可以 但勞兵速度一定要夠多 才能打得下來 不然就直接出這個劍兵勇士來打 也不是不行 但劍兵勇士會有個問題 很容易被戰車模式的馬攻 這個馬攻模式直接射爆 所以這個組成搭配就是很吃控兵 好 VIPER這邊點下派科技 戰車的攻速會提升20% 大傷也是 相攻也有 這邊大軍直接壓過來 但VIPER中間家裡的位置 已經被城堡給佔據了 現在要出門有點困難 上方突然開打起來 老鷹直接送了一片 VIPER這邊戰毛兵 收入非常高 但是清洗兵也直接上來硬砍對方的戰毛 戰毛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還有這邊夾殺夾得非常漂亮 OK這邊夾殺 雖然清洗兵數量不夠多了 打戰毛兵可能有點吃力 你看這個戰毛兵 打這個戰車多痛啊 痛到炸裂 希望這個改版 趕快把它改掉 不然 孟佳阿倫 這個戰車使用性真的非常低 太容易被戰毛兵給射爛了 突然這邊又反打了一下 戰毛兵再上前 頭一發 再死一台戰車 哇 傷害非常的噁心啊 外盒這邊按下了一個工程戰像 那這個裝甲戰像呢 在 印度DLC裡面 才有特殊單位 一般的文明四秒都有工程戰像 那工程戰像 又比衝車好用一點點 攻擊速度更快 而且還可以用森鋁去補血 好這邊直接老鷹要戳掉老頭了嗎 哎呦 差一下 好險 這根城堡能建立起來的話 應該就可以反制回去 那這邊四秒打算出均勻投石機 而是出工程戰像 配上戰車的一個作戰方式 那又這邊的正面單位有點少了 老鷹要可能繼續爆會比較好 好這邊戰車直接變成近戰模式 想要開打 清起兵也過來 清起兵直接想要做個夾殺 夾傷對方毛兵效果非常的不錯 戰毛兵直接全部倒地 剩下單位變成戰車模式近戰 直接開砍 又這邊的印加老鷹 也數量已經掉到剩下不到十隻 Bipe這邊戰車數量也是被減銳了一些 但正面交戰來說 由Bipe拿下這邊顯勝 但是這邊是敵人的 軍事補給地 可能大概還是守不太住 但正面戰象已經開始在頂了 工程戰象攻擊速度非常高 老鷹直接拉來想要硬解工程戰象 但是這邊有更多的戰車直接補了過來 想來解這些老鷹 哇 直接掉了工程戰象 工程戰象又再來一個 好 這邊肉馬直接硬砍 Bipe抽名數現在133吋 對方105吋的右 抽名數差距還是非常多 這根城堡看起來是擋不太住了 好 這邊滴掉 軍銀 然後補下了新的一棟城堡 就是想要把中間這個地帶拿下來 好 軍銀頭實際架了起來 Bipe應該是有看到 想把這邊偷偷挖金礦 好 又有這邊居然點下了工會制度 什麼鬼 工會制度 這個時候就要點工會制度了嗎 這邊有黃金不繼續挖嗎 有有在挖 OK 因為點工會制度通常是沒層時候才會點 我覺得他點的有點偏早 不如把這個黃金拿去點三級攻 更舒服一點 好 這邊直接被撩包 這拖阿王已經被看到了 好 中間工程戰像也直接被老英處理掉 老英直接來攻擊 修城堡的村民了 Bipe後方城堡沒有任何的防禦 哇 正面可能會死傷慘重 Bipe要棄手這根城堡了 好 這邊偷偷蓋軍銀 但是又手速非常快速 直接建立了一些大石牆 好 村民也是到處逃竄 應該也沒辦法來回去 Map後面戰車也是瘋狂騷擾 想要抓對方的黃金村 但居然都沒有看到 這個有點尷尬 明明想要去抓 但是什麼都沒抓到 抓了個空虛 然後被對方老英 可能要再繼續輸出 OIN直接過來機動性救援 但是正面戰術來說是打不太贏的 Map這時候中午中要點下地龍時代 地龍時代還有30秒才會好 好 這邊直接砍了進來 Map村民樹下降了一些 來到124村 村民居然停了 哎呀 這個村民樹可能還在補一下比較好 但這邊很不錯 抓到了誘了非常多村民 花金礦的村民終於抓包 左邊的村民依舊沒有看到 好 外貨這邊也直接一個建築球 怕對方這個均勻 出一堆老英直接硬打 好 這個建築球其實打得還蠻不錯的 好 正面的巨型頭司機也是直接開拆 彈車直接補路過來 想要來解這台巨頭 看一下下方這邊 下方這邊清洗兵抓得不錯 但是有老英 老英打清洗兵沒什麼問題 回到正面 兩台巨頭能不能拆都是非常關鍵的事情 可以拆得掉 又這邊有點微妙了 工程再度失敗 損失了兩台巨頭 老英這邊解的還不錯 剩下三隻清洗兵而已 這補下精銳戰車的升級 還有增兵技術 派科技也點好了 待會只要升好攻防全部 戰車的完全體就要出來 我們要看一下這一坨戰車 血量2500滴血 老英這一坨呢 只有900滴 這個血量差距就知道 戰車是有很大的優勢 這邊直接做個包抄 老英直接被包到沒有 直接蒸發 這邊戰車直接過關 但這邊沒有蓋下去也很可惜 老英繼續再往後飛了進去 下方的清洗兵 配上戰車戰略打得非常好 又這邊其實有點頭痛 要打對方的戰車跟清洗兵 最好的解法 就是出這個老英 配上級兵 或是全級兵 然後配戰馬 也是可以 全部垃圾兵打法 但終究還是要打個黃金兵 怎麼會比較好 不如我直接打強弩吧 不對 又這邊打強弩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想要利用老英的高遠防效果 直接阻止對方戰車變成遠攻模式 但VIPER在這場來說 並沒有很常用馬攻模式 而是近戰模式 一直靠一直爽 12加1 傷害非常的高 這邊再秀一下 這邊部隊一直在瘋狂打架 上方的戰車又抓到少量的村民 VIPER這邊 這邊除了打之外 上下左右 一直都有他的兵 到處在巡邏 這邊也是 VIPER這邊超級自喜 把右這邊的村民打到不要不要的 但右這邊也是 極力的享用自己的老英 到處飛到處鬧 但是有些部分 已經被VIPER給擋了下來 但是還是有漏網之魚 這邊馬攻模式 切起來直接開射 變成遠攻模式 如果你老英來 我再切回近戰 再繼續扁你 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戰車最有趣的地方 但是要升級的科技真的很多 這時候終於升級了三級的馬牌 待會進攻還要再升 雖然遠攻已經升完了 好 切回近戰 繼續打爆老英 然後再繼續砍 這邊切回馬攻再繼續射 太狠了 一直切 一直爽 這就是VIPER 手術一直爆好爆滿 好 下方這邊大軍直接壓進 這邊大量的村民直接倒地 但這裡有個TC 沒辦法繼續這麼囂張 但是右的中間這邊村民已經被騷擾到了 正面再來擋一波 又沒擋住 這一波戰車難解 又非常頭痛 清奇兵再次上前 現在又不敢出戰矛了 他覺得出戰矛只會被清奇兵打爆 清奇兵這個加23S 3S還太高 這邊要來直接爆TC了嗎 直接爆TC 連2攻都沒有 直接硬砍 但是有3防的關係 所以現在戰車防禦是1加6 7防 坦得要命 好 直接砍爆 TC怎麼是都是一滴血 像到處都在著火 又這邊頭很疼 經濟開始就要越差 老英再次過來想要防守 第二波的戰車也跟了過來 這一波老英也是要被戒滅掉 又這時候打出了GG 哇 這場比賽非常精彩 又出了210隻的老英跟戰車120隻 這個冠軍戰打得非常無料 經濟的部分是由又這邊拿下金晃的勝利 但是其他資源都是略輸於Viper Viper甚至食物跟木頭贏了大概快要7-8千 這個數量非常龐大 雖然有4勝物的加成 但是最後這個搭配組合 只靠老英證是沒有辦法打贏戰車的 雖然為什麼要出老英原因 只是因為不出老英的話 硬加其他的單位是追不上戰車的 雖然戰車的跑速還是大於老英的 兩邊跑速其實是一樣的 我也是戰車比較快 因為他有跟蹤技術 那我也是搞錯了 戰車跟老英跑速是一樣的關係 所以又才一直出老英想要去追上去 不管出吉兵或出戰毛兵 速度都是略輸於戰車 雖然客製上來說是比較好打贏戰車的 但如果你一直處於被動模式的話 是很難拿到優勢的 這是一些職業選手的觀點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啊